再一個場次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紅毛教授 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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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師 你應該都不用說介紹 我直接把牌子交給他就可以了 我們在熱烈掌聲歡迎 我自己參黨參加學復會議 不過今天我其實是用母娘的弟子的身份做的 因為我跟鄭月娥 我們都是大法二滿 除了我就是三男派 所以當時呢 這個大陸開放以後呢 我就到福建去做釣場 然後看那個李水平遙 晚上來看李水平遙 所以我看到那個後來 我想好多人都在釣裡面 然後看完那個市場以後呢 我就到廟裡面 那時候大陸剛剛有開放 所以裡面都安安 但是呢 我就看到這個牆壁上面呢 有很多的照片 有很多的牆壺 這個滿滿的 再仔細看 他們的年齡都是什麼 十幾歲 二十幾歲 原來是他們所謂的照料的名字 然後在意識上呢 很多都是在另外一個 希望母娘的造物之下 但是呢 在福建呢 他們是放在民主輪廟 這對我來講就是很好的一個 所以譬如說 李水平遙在福建地區 它的功能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要大 那是在大陸 改革開放出去 然後呢 這些名字 早要名字 他們沒有地方去 結果呢 就把照片很公共展覽 所以這個就是 後來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呢 我覺得很有喜化的一個地方 那我正解因為在 因為我是部門 那是適合三男女子 那我就認為是在等於一些圖像 那我就是我圖裡圖像有一個 那在生命歷史當中嘛 這個過關 我以前在遺水福人廟 遺漫的這個遺水中嘛 我就常常一直到了正月十五的 那個聖誕的時候呢 我就是做這個工作 我就在前面 拿著鐮鐺 然後帶著小朋友 再過關線 過關線 那你想想看嘛 這個過關線可以說 這是什麼 聖誕裏面的第一關 所以那時候呢 當然是很多地方 有不同的母神 像山中的遺漢園群 但是在不見呢 他們是一個地方 這個 所以他的這個 一個民間的聖號呢 他後面也加上了一個 遺漢園群 這很有趣 那就要說這個 每個地方都需要 有這個母神 母神 牠Cause C主的母神 那一切 媽的母神 intentionally 中國家間 跟媽的 台湾有所謂的社會談判斷的改變 過去的事情是產科的 但事實上在傳統社會裡面 可以說什麼呢 戴政三很重要的就是 跟這個所謂的產科的關係 所以我想這樣一個觀念之下 我就很想把這樣的事情把它深化 那我今天我在這裡 過去的研究的時候 一件形式的觀念 這個觀念我還在發展當中 就是很多的神話其實有觸美 它的作用有點像觸美的作用 透過這個觸美 然後你可以深到裡面去瞭解 很多相關的這個文化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文化觸美 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麼當然這個一般會 會帶這個成熟的人 當然不要出現的一個好處 那這個對於傳統社會 同一個社會裡面的 這種所謂的生律養律的過程 所以都需要來一種成縫的 那我在這裡的圖像的時候 我就想說 讓這個圖像 能夠做一些比較 比較一些不同的角度的觀察 這是我收集的一些圖像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圖像裡面 有好多的活潛 這個我們到這個大陸 這個所謂的連廟區 很一樣的看到 我們也看到這個所謂的國籍 在台南或是我們北都的三間 這個離水光 各國籍 那這個很顯然的 這跟什麼的跟地下聯軍的 很多的什麼來講 眼光亮亮啊 就是來保護這個堅圍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這個中間有一個國籍區 跟台灣的國籍正統一樣的 它就是中間一個所謂的寶殿 那我就從這邊呢 就來同一個神話思維 這也是自己的 我跟這個 我們都很有興趣 透過這個神話思維 來瞭解自己的社會 那有關與他的這個研究的 這個經過 我們要換一下 這次我們有好時間的 入理時間 這方面的關係 過去在學生上 對以前的所謂的 神父人的研究 其實已經還有 一定有些領域 那他們裡面 他的這個時間 就有一些不同的講法 我大約的多些等你 譬如說 從這個晚堂到這個後堂 所有 那一般 當然在學生上 比較顯像是 這個簡直的說 這個是 有關於他的所謂的 時間 另外一個是 神話的所謂的義心堂 那這個義心堂 都可以在他的 這個發展過程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佛教 道教都有 所以看得出來 民間的這些信仰 會在三教之中 它會有每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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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會有現象 不過這個當中啊 其實有這種不同的講法 但是我記得這當然都是什麼 都是文獻上的 那我就舉了這些譬如 來說明這個臣夫人在這個理屬的過程當中 然後這個道教也要收編 佛教也要收編 所以就會有重情主 就一個神話的這個發展來講 這個由變相到變相 這個甚至正常的一個神話 但是更主要的 剛才這個高職人主教的書 我們所做的這個幾個母語 其實上都會過不到這個母語 那我先把文字領出來 然後我再來做我們的一個詮釋 就是說我們看那個馬祖也是一樣的 他在文人的意義之下都污運 污運還是把它當個污 所以他這邊所提到的都是什麼 跟污有關係 甚至迴復啊 或者是污弦等等 那麼問題是 我們這個做這個文史研究的場 都要瞭解 文字本身是符號 而這個符號呢 會因為不同人的 這也就是說 難道他們就會有相同的符號 那就一個在方字啊 後面辦的神傳裡面呢 大部分的傳寫也就是儒家的詩 所以我剛才講說那個馬祖也是有同樣的情形 問題就是我們在中舊史料的時候 這個語詩的詮釋呢 就要靠詮釋的詮釋 所以那個它包含了什麼像基督啊 或是神秘等等 那這種心理詩要來講 我們其實就要靠詮釋 它到底是屬於宗教史體驗 在宗教史體驗 在宗教文化體驗的哪一個系統 哪一個系統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言下的事情呢 我附屋戰場使用 我附屋這個角度 附屋 附屋 當然你要廣義講的附屋 探索的附屋當然也可以 但是如果您從什麼呢 更一個歷史的發展來講的話呢 其實應該是屬於廣泰 是廣泰 那這樣就是 我今天呢 就是公開來把我這樣一個想法 舉出來 這條資料 那個廖小看 我們已經做這個所謂的 這個發展什麼 在藝術上一直找不到材料 但是呢 我後來過了 第一條的 今天我都 旁邊想說 我居然在唐淡出唐 找到了這個材料 那這個材料呢 就是許信 許信我認為是許華族 有爭論喔 到底許信是個定門公交道的 叫我什麼呢 還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所謂的許華族呢 一直有爭論 我一直不相信 因為我一直在里面水公那邊 進來幾分都不扣 不扣不扣不扣 那我就想 結果我找到了一條材料 許堂蜜 許堂蜜是什麼呢 你看 許經養的雞蛋孫呢 那你看他下面了解的 什麼燈道 都不正到底嗎 對不對 余火不是什麼霍火嗎 對不對 然後呢 貪肉可以什麼呢 斬雕嗎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這個許真君 許華族的七代孫 他的行為 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法派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在今天裡面參加 你看了 這是目前我找到的最早一條材料 我相信一定還有 但是實在是不容易找的 所以我證明 法派的時間也會那麼早 華派的時間跟到家的時間 幾乎同的時間 上下沒有差多久了 你看喔 這一下子我就把華派的力氣 就推了將近 找了一千年 我這條材料喔 這一點是民眾火論 因為有零詞啊 有行為的描述啊 對不對 雖然王獨協他是 例如雜亂地啊 在這個小周邊這個雜地之間 但是他為誰沒講的 誰沒講的 那既然是 那既然是 那既然就是在江西嘛 江西邊什麼呢 這個敏東 就是 可以說是隔壁縣 對不對 所以這中間喔 他在這個華派的傳承當中 我覺得就 而且這條材料呢 也幫助我們這些 所謂的 所謂的富人弟子的定位 我們什麼定位 我們這個派 這個派 那這個當然啦 這個歷史的材料 缺乏的關係 我們對他在唐戰的活動 可能這個就是一個歷史公案 不過我們相信 有華派在這個遊船 在活動 江西的隔壁就是不見 而且是邊裡的運動 對不對 但是過了一個 就倒了這樣出去 對不對 現在的田路也是這樣懂的 那你想想看 這一些所謂的燈刀鋁火的法術 當然會流傳 會流傳 這很重要啊 因為我們多時候 什麼呢 這個是這個 天夫人 他後來出去 學 學華對不對 學華跟許華圖有關係 然後一般沒有直接的證據 但是我在想 如果文化這個傳播的話 那這個就是很可能的 因為隔壁而已 隔壁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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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許華圖 哦 這個是我找到了 很難得找到了 一張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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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 那 Peterissene 孩子燈本身就是法派的族斯 你可以從這張像 明前的認知 就是華 就是華主 Rate 就是華主 你看他 他怎麼 你看他的品領 這個警局 這就是個判案 從這個法派 Fourth 他就是一個什麼的法閉 四個算式 我找了那么久才找到动音章 真的难得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给时间见所谓的图像 那么既然这个他说 话讲说他们的这个家庭呢 是跟王派的关系 我诺别不是孤晚或是孤世 而是王派 就是跟王派 或者是这个大王之间 大王跟孤之间 那这个是 其实这也是希望说这个 党主任将来这个所有的研究 我觉得 你知道那个在那个 就是独家室的眼中 底下的屋 它是有贬地的 它是有贬的贬地的 那当然他这个市民的 这个资料非常多 今天这一次我们 两边谈到 我这边就取了其中的地址 我看过一些材料 那这边包括有搜索大权啊 三教授记啊等等 我提出来的都是跟王派有关系的部分 大家这边看出来 譬如说他可以去兵兵 他可以用华这个去兵 他可以拿这个去典 托庙 基本托庙是华派很重要的 到现在还才不用 我前面的演讲 这边就谈到反应 这个所谓的破面问题 然后你看他会训水去目 这都是法派 都是法派 都是法素 对不对 那当然他也有修行 他也有修行 所以这个对了我们了解 这个崇太后 他的整个的影像 他的多 他有好几个多面 多面性 那当然呢 这个在我们做道教议史 很多都知道 对岛指的进行 跟所谓的道教跟低节教 一件的关系 那这关系一直都非常有 那这个白产的这一条记载 大概是目前研究 低节教的低教的 为什么 现象是有的 但是没有记载 而白产当时是用批评的方式 把我们说这样的对岛材料 一直到了什么明珠鸿鸿 所以当然说呢 才所谓的 残奖教 才更是列入这个草民里面的 佛教的三派主义 残奖教 就是低节教 那么我们大家都聊 低节教跟密教的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很多都是 我们都是泰派或鼻子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说 这个法派的行程的过程当中 跟道教跟密教的关系 有一个什么呢 它的交流 我这里不用影响 因为后来我接受 那很控制的观念 就是两种文化在交流的时候呢 它修改过这个重整 那你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的什么呢 在白产当里面 中间当然它是站在那边去看的角度 不过它也请问说 佛家没有父母之后 那这里有佛家什么是密 密 医学教 什么是密 那么我小妹 这个是跟大家背景啦 这都可以很奇的作品就 那让我们就可以了解 在这过程当中 那些那种印象的影响 这个呢就是一些所谓的 刚才我公平的图里面的这个图像 因为这些图像呢 说你这样 目前我们找得到的 只有画的图像 也很无识 但是呢 在科版的图像 所保识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 就当时的这种图像 它的形象 例如说吹角啊 这个拿劍啊 等等 这两端我就做它很贵 那么 就是所谓的三奶派 它的这个神乱 跟这个宝败主席啊 那当然 基本上 都跟这个乳三 有关系 这个图像座 他会 下来谈到金门 有那个乳三派 乳三派的 那问题就是这个乳三在哪里 那我现在来说 我没有经讨 有人说的 东北的乳乳乳三 都说 都没太远了吧 都跑到东北去啊 但是呢 乳三在哪里 他说在乳江底下 我讲知道 大家知道 都有很多讲话 都有讲话 我上次碰到一个 不见的人造之类 听我讲 东北来的一个道理 他说 乳三在我们东北 乳乳乳三 而且乳乳乳三 但是我找到 当时我会找到的 都会找到的 当时那边可以看你 那不管如何呢 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以后 都还可以继续地再去研究 不过我们可以确信 在唐大已经有了 然后当然 由唐路纵 当然他有很多赤派 会继续地流传 不过有趣的事实呢 就说像 这个《风经杂路》里面 这个《风经杂路》里面 那已经有了很多赤派 这是什么 所谓的铜鸡 或者鸡鸡鸡鸡 这个 就在这个 我们的身上 二 赤洪呢 这样的鸡鸡鸡鸡鸡 像郑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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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呢 其實呢 你也不能說他跟肥協派 股安派這個問題應該完全沒有關係 這中間呢 唯獨獨獨學校的 互相交流折疊的現象 他這個都是這個大佩妮 我相信這個大佩妮喔 你目前的塑料的瓜裡面掌握 沒辦法見論 但是大佩妮呢 有一個大方向 這個就是我整理了不少的塑料以後 終於出版本 這個就是肥安派的主詞 這個在 大家網上都知道這個國派裡面 肥安派呢 也算是重要的一個派手 然後這個非濟金剛 非濟金剛 因為有這些圖像以後 我們說的文字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呢 有滿多相關的這個 所謂的形狀 因為形狀的文字還蠻描繫的 要用文字描繫的影像 都要看著想像力 但是他們那時候其實都有一點基本的傳承 例如說 像那個肥安寶寶寶寶 那個佛教的那個生亂裡面也有 但是呢 這個影像也不出去 我這個不是寶寶寶寶寶寶 其實也都差不多 差不多 可見當時那些獨像喔 不完全都是想像的 他們還是一定會有點變 它是在洞獨的基金 這是這個生產的獨像 那這段階段我想提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開始講的 為什麼它會保護這一些所謂的 什麼貴子的藻椒 或者貴子的秘密 所謂貴子就是沒有結婚 它有很多種講法 所以喔 蘇寶這一段變不容易 有些人說他根本就沒有結婚 他是休閒的 有些人他有結婚 然後蘇寶呢 他到底是留期呢 還是房顏 也有很多講法 蘇寶這一段非常麻煩 非常麻煩 但是我基本上呢 我不確定是 暫時把它就先列出來 這個都是 因為我們做復健的這一段 大概有這些史料 基本的史料 不過呢 它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就是跟這個禪漫的關係 所謂舊禪 它有相關的一些史跡 那麼其實這中間也可以看出來 它會有那種所謂的舊禪 然後會有自己的抗分的情形 在那個女神研究裡面 抗分是很重的 方法那個畫法的觀音 對女神法又沒有抗分的情況 所以抗分就是說 第一個他們講的也不是叫抗分 所以說它像清修 然後呢 它就是像過過清修的方式呢 然後就直接裡面 就會抵觸到儒家的那種所謂的遵義的製度 所以會不會抗分 那抗分指的是獨家的傳統的 所以現在這個南大女神都有一定的規矩 這一段就叫抗分 那不管我就是說那個 在女神傳說當中 這些研究大概都會碰到 那一般的共同的講法當然就是 他們的親子經過 大家大概都知道 就是因為他胞胎 然後騎鱼 然後後來就 又什麼這個 可以說犧牲啦 大概這一半 對 不過有一個情形 這個固定是 毛主跟殘婦人其實都很年輕 你看 也有很多不同的講法 譬如說有一個講法是24歲 那就是 可以說啦 就是因為他很年輕 然後為了什麼要騎鱼救贏 然後犧牲的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形象 所以後來他會想怎麼呢 用他的這種資訊 這個按照那個人類學的一個講法 就是說 他在什麼呢 凡事的 對 俗事的生命結束 就是他一個什麼呢 神對生命無限的開始 就是在人類學對生 那也就很常講的 就是 他變成這個二次 但是呢 因為他後來學法 後來什麼舊場 後來社會 哇 這個就會幫助很大 幫助很大 所以他可以說 完全延續他無限的這種所謂的貴印 這個都是 我們鬥斯罵的 這個看來都會避嘆 剛才我們這邊 應該說師兄弟 這個我講說 他那個 這個所謂的 酸奶糊的 他的所謂的拿劍 拿劍 一般的話都跟我講 拿劍裡面很多 那這個在一般的理想裡面 我們都會看得到 這個 山奶 很明顯 我的 以前 我大概是 博士異業的時候 就到 壁函 女士以後 難怪說 我還沒有開放 所以我們看了就是 圖像 傳說 什麼樣的 所以我想說 這山奶 都符合在一起 後來是 到了開放以後 我才實際的去 領動第一族 哇 那其實是那個 那種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神話研究 你看看 你如果把這個不同的 三個地方 他就做多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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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做多了女神聖會 成為一個神話群 這個神群的背後是神話群 然後那其實這邊 都反映出當地的社會的 這種所謂的 信仰之間的這種 所謂的 色合理的現象 那這個可以看出來 這有趣的 我想這個大家很熟悉的 連這個刀雞啊 然後什麼 摘花 犯頭啊 這些都有 這個是標準的 滑派的圖像 然後 我也找到一些所謂的 膠 膠的像 膠像也有 沒有錯 所以 這樣怎麼必要做 大家什麼 右手腦腱 左手 拿這個 腳 手腳等等 這種 因為我最近幾年 退休以後 在整理這些場景 都有開始做 大量的畫 這些人像的畫 都移在一起 可以看得出來 過過這個影像 我們以前叫做 艾卡 今天叫做 作為說 就是做過圖像 然後鳥 可以捨得 它就像 為這些聖經 那當然 這個 當然 主要的 它就是 一些索派 主要是它的 形容 那麼當然 很多畫生 那個畫生的觀念 這個 佛教的畫生的觀念 也被 這個吸收了 它什麼 這個 蜀蛇啊 就什麼 這事情很多 我只是 找出群眾的 對觀念 其中間 這個是 很觀念 就是 舊的鼻子滿厚 因為這邊 為什麼會有 所謂的 很多的波爵 也有關係 那其實 這個 相反 神話的 很多的母嶺 它會移動 所以 它會說 神話會走路 會走路 會走路 它會移動 因為那個是 范園 這種 有 祁鈺 虛溫液 九指樹 等等 這很多相關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保持 就是 保住這個 頭男頭女 所以 這個 所謂的 滴水溫廟 滴水溝 這個 他們到了正月十五前後 就會做這個 所謂的 過關 過關 天一段的熱 那當然 因為它 因為就是掉漆驢 對不對 所以當然 所以我們 我們研究一個 米神的 他的這個 所謂的職能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到 他的這個本項 事實上他已經都 有很多人的形勢 不會說 他有一個主要的職能 但是也會堅喊了其他的職能 那因為有了這個嚴厲 所以後來發展 變化上就會變多了 這個是 今天我們大概好幾天 都會討論這些東西 那 因為也是我們會注意的一個所謂的 關於 封泡的問題 我最近也一直在 我出一本書 談到關於那個 道風的問題 關於道風 那個宋代 宋代是 因為皇帝本身 從道的關係 所以 宋代的底部 就是他的理智底片 對於地方神明 最寬容的時代 整個中國意識當中 很多的神的正式化的視點 那個視點都是在宋代 那麼特別朋友 像宋移動啊等等這些公司 因為他才是比較寬容的一個政策 所以 有很多的地方神 就有地方神能夠被朝天 這個赤風 在我們稱的叫曹風 曹風制 但是事實上這個曹風制之外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 他的性質 也會有所謂的道風的情形 那我就開始注意到 這個情況 那麼 這個都是我們以忌的計畫 你現在提到的 以忌的計畫 提到的五個原則 什麼歷代 漢萬 這些都是五個原則當中的原則 那個過去的儒家官僚 要給這個世神 要給人家正式化的條件 就是要符合以忌的計畫編 所以以忌計畫編是一定要清楚 因為你發現他說 你有之約 既有之約 每個人都知道 就是所謂的計畫編 那這個當然也都是 可以看出來 為了是要拿這個事 為什麼 因為地方神 這個就是很少在 那個辯天劇情裡面有提到的 他從什麼地方神 然後什麼裡面在地方上 所謂的顯定 然後慢慢的經過總統的 轉逆時的程序 然後最後什麼呢 被送到這個禮部 禮部來這派人來看查 最後什麼證明 他就當然是來個當會證明說 他有證明起來 對不對 然後什麼呢 他就正式的給他一個事 這中間就是一個情緒 這個情緒 那剛好不在宋代 在宋代 宋代所封世的神 大概是所有歷朝最多人 最多人 那這個剛好這個 現在後來也是 在這個階段 這個所謂的人世聯話 那我就這邊呢 我就把它這個 大約整理一下 這個它的這個情緒 這個情緒還可以變細緒 那我就舉了一些例子 這個從宋 然後到了明代 這個都是有它的這個原因 然後這時候呢 我最近在做的研究 就是談到很少 因為明代以後呢 說了很緊 因為明代的 明初的明朝 宋虎二零是李善朝 李善朝 李善朝它是要屬於那一種蓄力的系統 所以它會接受古典的封號 所以前面有封的就封了 這個明朝教授 聽到叫習慣派 以前跟習慣同樣就演一下 但是到了三年的時候呢 就由那個金法學派的 這一群人來主導理部 他都怎麼能做 這樣嚴格 這叫做宋虎二連電子 然後呢 宋虎三裡就改字 改字就變得很嚴格 所以那時候能夠通過這個改字 然後能夠什麼類列的事件 就大力減少 不過這很重要的 我們做新娘史的這一段 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或者你不了解 為什麼到了聖誕很多的神 到了什麼 到明代以後 又不會看到封號 為什麼 臨時路 或者等等這些方式裡面 就不記載 那不記載 沒關係啊 你不歸 或這樣 到了明代的時候呢 其實到聖誕已經這個樣 到了明代的時候呢 就把那個佛教跟道教 對到領域 特別像內政部一樣 這個內政部一樣 然後回到這個領域以後 然後他就開始什麼呢 就領域以後 所謂的這個叫做 國家權力的控制 這個就是 學者可以成功的術理 這個觀念 但是呢 很有趣的是 他對道教的士風呢 他也沒有那麼嚴格的進出 奴教非常嚴喔 特別是那個基督派的 那你們這個 看這一段歷史啊 都會知道 那奴教啊 奴教有好幾種 有些也比較寬 可是有些非常嚴格 非常嚴格 但是幾乎是 只要誤貨的士典 通通都變成隱子喔 變成隱子就跟你毀子 那個很厲害的 但是你看啊 也有真的鄰軍 你看道風跟曹風之間 他一直都非常的微妙的 在互相的協調 然後一直到了現在 這個部分啊 其實在很多歷史學者的合理當中 說出你的大理心理 我這邊是要說明的 因為我的出身背景 跟一般的學部問題不一樣 是 我會注意到 他裡面很多的說話 只要成為嚴軍的熱鬥道風 因為這符合獨家的品質 嚴軍 因為嚴軍這個在 避難的這個所謂的高道道裡面 特別是女仙傳 也會唱不需要 所以你從這些說話 你都會知道 儒家的這個系統之外 道教的系統也有 這個見證到一個很複雜的 那個所謂的儒跟道之間的問題 不過很幸運的是 這個陳夫人 在歷史上中 曹風隊啊 相較保證大地還科技的多 保證大地 他根本就沒有過貓 他只有道風沒有曹風 但是呢 真不能最少有這個講法 有這個講法 就是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因為如果你沒有了解過程的話 你很難理解個性 你不再從什麼 從這個送禮到明後的變化 那這個當然 這個因為還是正式化的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文章 我們這樣好多就是 就是弟子 都知道說 那個用一字的是顯皇像 做字的是什麼 會從不明像 這個有趣的 這樣的 因為我們 我收集到的神像 這兩種都有 後來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兩種的這個象徵 它的那個象徵 它的意義不一樣的 好 那現在我還很快的 這個掃過去就是 冠於那個三藍夫人的行程 這個 這次我最早看到的 都是一些什麼 一些主要上的 後來我才知道說 哦 原來是祖德 我最近在說這個苦營 因為我這個在研究史上 我這一點我還有一個貢獻的是 苦營我突然找到了 最早的歷史 我找到最早的歷史 我找到最早的歷史是在 東漢末 欸 苦營齁 在周裡裡面就有 那是正家 正式之路哦 那是正式化放到 宗教裡面 是在東漢末的天師道 欸 苦營到今天 超過三千年耶 這個家是很多類的 一個制度哦 靠著媽 老媽媽 到廟 到什麼一道 出一十五去課昏 因為這個動作你看 就已經有兩千多年 兩三千年有一個傳統 這個傳統不是靠委智慧子哦 是靠著老媽媽去課昏 哪那個卸人 嚇人去課昏 這個傳統你看連續的一個信仰就有 為什麼一的講王派一定會叫古營 就是一類所謂的蘇姓下 加上合唱 加上合唱 就變成所謂的典算 對不對 還有古昌 古營古昌的後來就全部是王派用的 這個王派用的 這個道教呢 古營還用 但古昌呢 用得比較少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省的工程 因為我們做省大研究的話 一定要各方面方面都要注意 所以這邊我就把這間所謂的黑邊帥集 做了一個梳理 然後邊緒沒有關係的當然 你們這初當然什麼就是 沒有小孩要求個小孩 這是一種 災亡 欸 那就去了 我在那個跟心理系的這些朋友合作的時候 他們說 哎呀 那你們這個道教 胡道華 還有學問呢 把這個什麼的嬰兒 這個胎兒的鼻子會花 母親媽媽的什麼的子宮就是花蓮 這個花蓮乾淨不乾淨 這個冒出冒出 就是子宮的健康就聯想到 還有 哇 用花蓮跟什麼的花蓮 花蓮 用白花 紅花來體育 都是非常傳承的一個問題 所以後來他們這個楊澤敬禮學會 他有一種很好的一個 所謂天鵝的象徵 你看 媽媽的 媽大的子宮也被放進去了 什麼的天鵝也被放進去了 當然就有所謂的栽花嘛 對不對 當然也有貫草 這個都是我們化派 特別是上海派可以說很重要的 當然今天也有所謂的花蓮花 這個有關係 這個很快 你看這個就是花蓮花 對 回共回 這個我們以前都廟 現在都還在辦對不對 你看 這種各種花蓮花 然後當然也有配合的是助身涼涼 這個一般這個離水公主說的還是會 這個助身涼涼 然後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所謂的圖架 你看這麼多的小孩 這麼多的小孩 這個完全的 另外一個是有時候會按照生效 按照水耳生效 然後來盤 也有 這個時候我背著這裡的圖像的時候 我找出來的 這個有各種不同的圖像 有這個法祖母也有這個陳夫人 然後那個那個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那個 那一代的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圓額 那個取身圓額的那個 這個其實也有多 現在台灣過去也有多 現在已經不太多了 你看這個也這樣 所以我今天 我會把這些圖像分開 大概之後可以用 可以用 那麼這個十二口姐的這些 實話我已經提過了 有淡黃有 不淡黃 不過重要的是湖東 湖東地區有很多那種奶羊繩 奶羊廟 可見它有一個地方空氣 在那個整個湖東地區 都湖東地區特別有的 有情況 那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召開的對象 然後最後要提到的是 母親生產小孩的生日 我們現在都在Happy Birthday 在過去 我的老師被趕過之日 他說這條這種五難日 生死在生平的這個時間 那這個都可以看出來 那個整個醫學的變化 所形成的這一種的情況 那個我很快的把它補充 這個就是什麼呢 紀遊俠 然後呢 如果生長而死的 要先學藏 學藏 這個變成 這個都是 這是我的說明 然後對外的坦白 就把他帶過去 就是 一直到轉大人以前 都是神主人 暫來不等的責任 他的指示 這就叫過關路線 我過去常常 那個小法師做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 然後你這張海 就沒珍貴 各種不同的官上 你看 然後大家注意看 上面的那些神都是 由上面往下看 這個叫包部嘛 然後各種的官上 拿到這個什麼呢 這個 花風花佛 這個時候也來複佑 這個都是 最近呢 我在成林的東西 這就是天賣章 但是最後什麼呢 過關的 眾人中 就是說 這個什麼的成林 這個就是所謂的建材 那你帶我再帶過去 就是在台灣的一個 這些廟德育的情況 這個地方 特別是福州半邊的影響很大 然後 台南的這個 所謂的紀良媽廟 是跟這個傳說的有關係 這個我想這個 高國盛教練 可以把它做得更新一點 然後 坐十六歲 就是要 必在郵輪上來孤人 你在這個婆姐來保佑人 就是用這個所謂的 坐十六歲的習俗 然後來做調整 這個是我 因為我 反而做完整的一個 就是 靜靈 齁 做十六歲 這個再調整做得更好 這是靜靈的 就是我用武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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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武漢的做對照 用武漢跟民主來做對照 這個觀禮的情況 然後最後呢 我接種的結論說 剝裂不平 這種的會一直的會保存下來 然後呢 我另外一觀念就是 理事而求諸也 坐十六歲 成年理消失之後 但是坐十六歲 這個習俗一直都存在 那坐十六歲當然是跟這個所謂的 上來有種的關係 所以台灣呢 雖然經歷過現在的社會 對 但是呢 這些共產國不相 這關聯這個 整年理的一些情況 我們都有那種味道 這是我們所謂的恩國蘭 恩國蘭 那我想 做過這樣一個對照呢 我們可以理解那個 沙乃吟夫人 特別是神太后 在每個閩南福建 去用那個 從抗分 然後什麼呢 這個保持 後來什麼呢 更重要的 就是那個 一分他會講的就是 黃某的那一種對 早要女子的這種保護 你看 從點教到變相 他一直都 但是 萬變過於其反 他的這個反還是讚 這個就是我 常常提出來的一個 觀察的一個角度 變相 變相 萬變過於其反 你用這個角度看 那這不能從開始 建立過跟我們變化 但是他們的反應 還是不在 很抱歉 這個河北霍 但是我都 希望跟大家分享這些 因為我搜集了很久 都已經幾年在做整體 所以跟大家來跟我們分享 好 謝謝 謝謝 15分鐘的休息時間 那 待會 有一點 準備 想一想要會 10點15開始 謝謝 謝謝